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这期的火树三国沙解说视频我是火树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国战 但是这个国战呢不是普通的国战 大家可能好多朋友可能玩的少的话可能不知道 最近三国沙呢出了一个叫做自定义比赛模式 我不知道我怀疑啊是学的某些其他卡牌游戏 然后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就玩家可以自己组织比赛 然后组织比赛呢会有一些什么积分啊什么的 这样的话就鼓励大家自己和朋友一起组织比赛玩 对吧这个想法呢是挺好的 但是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比赛里面呢用的是国战模式啊 因为国战模式也正常对吧 国战谁不办个比赛呢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这期我们说清楚是一个吐槽视频啊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国战比赛的模式里面 他的分数是如何设计的 首先啊我们看一下一盘里面第一第一点 他说这么一个排名是房间里先进行势力排名 胜利的势力呢排名第一 胜于势力根据最后一名玩家阵亡的顺序来进行排名 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先灭了 那你就排最后对吧 那你如果是你被灭的完那就排前面 赢的的人就排前面 然后根据势力排名进行玩家排名 排名靠前的势力所属的玩家排名靠前 那就你看这听起来很正常 赢的的人排名靠前 然后就是接着接着往下 对吧也很正常 然后同样势力玩家当中根据阵亡 对玩家阵亡顺序来进行排名 最先阵亡的玩家排名靠后 从这一点开始就很奇怪了 对吧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国家有三个人 但是我一上来 我是一个黄干 对吧 我苦肉了几次 苦肉一次杀两刀 再苦肉一次杀两刀 结果我死了 对吧 虽然说有可能我为我们国家这么一个赢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最后我死了 于是我排名就靠后了 对吧 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合适 然后下面又说比赛超时 当然我们从这一点就开始说了 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先死了的话 排名就靠后 对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游戏里面 那我们即使赢了 比如说我先死了 那我排名也是我们国家最后的 对吧 那首先我肯定就不愿意选那些 很容易死的武将了 对吧 那这个是可能这个比赛存在的一点点小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 如果比赛超时 比赛强制结束 所有拥有存获玩家的势力 均视为第一名 如果比赛超时 比如说蜀国生两个人 为国两个 为国一个人 为国两个人 那蜀国为国都是第一名 然后再根据玩家的排名 重新进行排名 对吧 这个听起来也很正常 对吧 就是超时了 就算大家都赢了 将来是平局 你活着就算你算赢了 然后就有很有趣的地方了 胜利势力的玩家当中 游戏阵亡时 游戏结束时 为阵亡的玩家 将根据以下顺序来进行积分 较高的排在前面 我们看一下 如果有一名玩家 如果有一名 没有一名玩家 没有一名武将排量出 算三分 每剩余一点体力算两分 每拥有一张装备排 或手排算一分 每拥有一张判定排减一分 被翻面减四分 被横置减两分 这个地方 有了这个规则 就会让国战这个游戏看起来其实很正常 对吧 你最后活得越好 那你分数越高 但是如果你加进去这个规则 而每位玩家 他的游戏目的 都是为了在这个比赛里面 获得一个更高的名次的话 那这个国战还是原来的国战吗 那我觉得好像就和原来的国战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现在你们国家有四个人你现在一血一排对吧 然后那个人马上有可能要死了你一动手你就可以杀死他对吧 比如说你们前面三个队友都行动完了你下家有一个陆逊搜上枪对吧 你现在一动你就可以把他杀死但是呢你只有三血你没有装备你队友都是四血都有装备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把这个陆逊搜上枪 那我觉得如果你这个时候杀死了那你就稳稳的在你这桌排名第四对吧 但是如果这个陆逊搜上枪他动了一次把你队友谁谁给打残了 而你这个时候如果你状态反而比你队友好 然后你再把这个陆逊搜上枪打死对吧 那你有可能就排名靠前了所以说当你加入了这么一个规则之后你游戏的目的就不仅仅变成了让你们自己拨赢在自己拨赢的时候即使队友和队友之间也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勾心斗角对吧 比如说你看这有一个地方说的是我有一张牌装备或手牌算一分对吧 那我能够少出一张牌打人我觉得你们能打死他对吧 我不需要出牌你们也能打死那我是不是就不出牌 这样他死的时候我的分数就高一点对不对 那我手上有一张勒布斯鼠 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一张判定牌减一分 这个倒无所谓对吧 被横置减两分我现在手上有一张铁锁连环我马上能打死人 那这个铁锁连环我是不是就不去换牌让我确定能打死那个人 有可能我会拿这个铁锁连环去连我两个队友对吧 他们被连置了他们减四分他们减了两分 那我的这么一个分数是不是就更高了 所以说本来国战就已经是一个四方博弈的勾心斗角的游戏了对吧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规则下面可能不仅仅是四方博弈 有可能要成为一个八方博弈的游戏对吧 这个游戏相当恐怖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我也不知道会打什么样 然后我们组织的一群随友我们来一起打了一下 然后我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到最后 我选了一个这么一个曹 这叫什么曹洪加张和对吧 我觉得张和这个将在这个模式里面好像相当的强对吧 如果你们不进入了优势局 那你用张和你完全可以 你就不杀死对手对吧 我就一直攒牌一直攒牌一直攒牌 我就不杀死对面 我攒到20张牌我再杀死对面 这样保证我的牌比我的队友都要多 我的分数比我的队友都要高对不对 而这个时候如果夏侯敦夏侯冤这种人 他发现自己有个珠联闭合 而这个时候这轮有可能游戏结束 他可能这个珠联闭合也不会留 他这个珠联闭合赶紧吃掉 自己把血加上去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挺恐怖的 而且还有比如说你是寻遇对吧 你有个寻遇寻遇到什么时候跑过来拼你牌 拼你点然后掉你队友的血 让你气光牌再杀死一个队友 然后自己再把另外一个敌人给杀死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对吧 好我们看看这一局 这一局 这一局反正我们是当时前面 我先攒了几个人牌 然后我们队友一下子队友几个人出来开团了 对吧 出来了一个国家 出来了一个夏侯敦夏侯冤 又出来了一个寻遇点围 这个地方点围拼点我 反正但是我刚才说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得确保自己波能赢 对吧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肯定是要先把马超赵云给打死 对吧 好把那边拆掉 放一个南蛮入侵 把赵云给打死 好把赵云打死了过后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也不存在什么 掉血去 掉血去保存牌什么的 因为我们能保血尽量保血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规则里面说的 一滴血是两分 一张牌是一分 对吧 就说我如果出这张牌 防止我掉了这滴血 那我就赚了一分 所以说这个沙肯定是不会留的 一定要出 好 这个地方来了一个袁绍 那这个荀育我们肯定不能救 这个倒跟这个比赛没有关系 对吧 因为这个荀育如果他不 他不 这个时候我们救了 他补不了什么牌 而他反正能够再放 他放了过后收了陆逊女蒙 他也能够多摸牌 所以说没必要救 我们只需要自己有八卦阵活下来 然后就曹操 就这个夏侯敦就可以了 对吧 荀育这个时候算是一个那个什么 就是没有卖牌 没有卖血能力的人 所以不会救 就曹操肯定是要救的 对吧 好的 曹操这个地方 他其实如果他本来这个牌 其实可以全部给我的 但是他也觉得是 如果牌都给张和的话 那张和这个牌有可能太多了 对吧 可能不太好 所以说他也是没有给我牌 好看这个地方 袁绍是把自己吃满了 到我们行动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去投袁绍的牌 然后我们选择了把这个藤甲 给了夏侯敦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动作很奇怪 对吧 正常的你们打国战是什么的打 对吧 你如果看到一个队友这么打 你肯定会觉得这个队友太坑了 对吧 这个地方正常的打法是怎么打 正常的打法 偷眼下牌 开桃园 然后给比如说给郭家一个八号阵 然后过 对吧 但是我这个地方如果一旦开了这个桃园 郭家要回一些 夏侯敦要回一些 那曹操如果再摸一个桃子 他就回到满血了 对吧 本来他这个时候是一个残血 他的那个分数是没有我多的 我稳坐这个魏国第一名 但是我一旦开了这个桃园 曹操加血 夏侯敦加血 对我来说 他们排便已经上升了 那我的排名就下降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的选择是在保证自己波尔能赢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有桃有藤甲 那袁绍肯定放不死人 我们不能赢 在保证自己能赢的情况前提下 尽量的去压制队友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直接把那个藤甲给了夏侯敦 然后把那个什么给扔了 把那个桃园街给扔了 然后曹操放南蛮 我们也不可能不出杀 对吧 还是出一个杀保一下自己的血线 然后留着 然后袁绍又投降了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曹操有两个装备 对吧 还有手牌 然后我也是五张牌 他五张牌 但是我比他多两血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最后我们看这个比赛的排名 25个人报名 对吧 有几桌是什么少人举 然后我果然积分 就是我们做第一的 1080分 然后这个和我分数一样多的 应该是另外一桌的一个选手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赛模式 是多么的神奇 就是这个比赛模式里面 他把国战从本来的一个四方博弈的游戏 给变成了一个八方博弈的游戏 本来你的敌人只有你的对手 对吧 你的可能说你的盟友 他是你的对手 你的盟友是你的对手 现在变成了有可能你的队友都是你的对手 反正我也不知道这个比赛 为什么这个活动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 当然我觉得现在呢 就是大家如果自己去打这个比赛呢 你只要注意到这些点 对吧 反正在打着打着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 保一下自己状态 然后偶尔去卖一下队友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国 那个什么官方那个比赛 应该就能赢 我在想如果这个比赛到什么时候 大家都会玩了 会打成什么样 对吧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根本没有人准备打人 对吧 然后到50分钟不是结束吗 对吧 到50分钟的时候 大家看快结束了 对吧 赶紧找机会出来打一波爆发 把其他人的状态都打低 然后最后就是所有国家一起赢 然后谁状态好 谁排名第一 我感觉就是这样 反正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模式积分规则 做自定义比赛这个想法确实挺好的 但是这个积分规则确实不敢沟通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对吧 或者说你打这个比赛会怎么打 当然有可能说你打这个比赛没有这样 没有必要这么想赢 对吧 但是我觉得都已经是 都已经要做比赛模式了 我们应该假设的还是每个人都想赢的状态 对吧 当然如果可能每个人都不想赢 无所谓自己排名 排名高排名低 对吧 那可能就像打路人军那么打 反正赢了就可以 对吧 无所谓自己排名在后面也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是认真对待这个比赛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最后真的就会出现 什么队友之间互相算计 互相打队友这个情况 但是我觉得在国战里面好像我还没有 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我 我也不太希望比赛里面会出现 这么一些就是和国战的本身这么一个想法 很背道而驰的这么一个现象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的话应该也希望他们能够再改吧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 主要是吐槽了一下新出的这么一个国战比赛模式 我们就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后会有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